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秦慧老师为我们今天开讲 谢谢大家 这个本来我来的时候是想讲几个和现在的对大家有关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 也做了PPT 但是后来方官长他们说 这个正好是世界读书日 说是最好讲一个就是干脆讲读书经历方面的问题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就和就和那个以往我讲的某一个专题不一样 就纯粹就是谈谈这个读书生活的 这里我要讲一点就是这个我是学历史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实际上都是在参与历史 那么这个历史就是个不断变动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呃比如说刚才方官长啊不是刚才呃 刚才小刘讲了很多呃那个我的那些介绍那都可能都是从网上呃下来的那十几年以前的事 现在很多都已经过去了呃什么包括什么编维啊什么什么这都是已经换了好多届的啊 这个这个呃都不能说明什么呃我觉得唯一不变的大概就是呃过去现在和将来也许我都是一个读书人啊这一点大概是不变的 那么如果要谈到读书当然会有一些会有一些感想但是我首先要讲明每一个人的读书和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一样都是一种独特环境的结果呃恐怕都很难说具有呃普遍意义是吧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呃呃成名了以后往往整天想着要什么要把金针度于人是吧我是不敢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也呃我也算不上已经成了名是吧只不过就是呃只不过就是呃有看书经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是非常特殊的年代因此可能很多做法是现在的各位呃不可仿效的呃我们只是通过我们的读书来反映那一个时代 那么大家知道其实我是呃在正规的这个大学里头啊几乎没怎么待过的呃我呃以前我到日本去有人说 你是哪里毕业的啊我说我是呃南州大学的研究生他说那你本科呢我说本科是早稻田大学的 哈哈但是但是不是法塞党呃那个就是不是日本那个早稻田大学呃因为我那个十十五岁就下乡插队了一直插到二十四岁呃就直接去读研究生了那当然也不是我有什么天才 因为一九七八年呃中国第一次召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因为十年没有没有正规大学教育了嘛所以那一年的研究生是呃没有什么资历限制的就是对社会开放的所以有将近十分之一的人是所谓的是所谓的同等学历者啊就是没有上过大学的 其实不光是我很多人包括什么徐有余啊和光户啊朱学勤啊大概都是都是这种经历的啊那么在这之前我插队之前就是就是三年的文革呃有人说文革是十年当然这个文革年限有多长在国外一直是文革学争论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呃历来有所谓三年文革论和十年文革论的争论 那么不管三年还是十年显然头三年是没有疑问的啊头三年也是彻底天下大乱的三年正好这三年就是我的我的中学时代是吧那么我从六六年进了中学就参加文革到六九年呃我下乡这三年基本上就学校就没有开过课是吧因此我的中学时代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的 同班同学中有很多我就没见过的因为实际上没有 在教室里头待过啊我的同班同学中我后来认识的人只有三种人一种是小学的时候就是和我同学的一种是文革的时候和我是同一派的战友啊一起搞过革命的甚至参加过武斗的啊呃还有一种就是和我一起下过乡的那那个那个插友啊除了这三种人以外 如果当时不是和我一派的后来又没有跟我插过对呃小学时代又不是我的同学那即使他是我的中中学的同班同学我我往往根本就没见过呃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几乎就没有同窗的这个概念就就就就没有在教室里头怎么怎么待过的呃但是文革期间呢当然我们看书也看了不少哇那大致上都是呃文革的时候的那些呃那些各种呃资料小报呃文革期间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呃 呃那个时候有一定程度的所谓言论自由就是对于呃毛泽东想抛出来的那些人而言他们的什么丑事都可以公布的是吧因此那个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呃呃呃比如说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呃呃什么什么留修外传呃什么邓修外传呃呃就是小平同志关于小平丑化小平同志的一些一些传记 还有什么爬手外传呃呃呃还有什么呃总而言之这些呃呃这些这些东西是吧我们也读了不少但是真正我觉得这个读书和我后来的未来发生关系的呃是我临下乡的时候那到了六八年呃我们这一派被彻底镇压是吧这个可能大家知道呃当时广西的那个镇压非常的厉害那么呃呃 呃我所参加的那一派就是广西十二那是呃呃那是呃呃那是呃呃呃造反派呃那当时是被呃呃出现了大屠杀这一点是不无庸讳是吧因为到了八十年代搞处疑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的广西的屠杀很厉害导致那个西江上从广西那里飘来的尸体呃据说一直飘到港澳把港澳的人都吓得不轻呃呃呃呃 从这次事件以后啊我们都知道就是广西十二的那些成员都知道呃呃呃你的分配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是吧因此下乡从六八年我们都已经有预计是要下乡的虽然后来又过了呃将近一年那么这一年我就为下乡做准备呃当然我们其实那个时候都希望在想象干一番事业的是不是是不是要干一辈子不知道但是 当时都是想呃呃搞革命搞失败了那么我们就在呃呃乡下要证明我们的能耐是吧于是就是呃呃当时就呃呃很想呃呃当时我们看书的一个目标就是想呃呃为建设呃呃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说法叫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吧不是现在才有的说法学大寨的时候就有这个说法呃呃去做一些贡献然后那个时候大家知道 到六九年六八年之际全国所有的图书馆包括呃呃柜馆在内可能那个时候都不开放的呃呃但是我们家因为是文教系统的跟图书馆的人有些认识所以我们呃呃呃走内部关系到当时的南宁的最大的图书馆就是去去二图呃呃呃在我下乡前的大概三四个月就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头抄资料抄什么资料呢都是抄和农村呃呃 有关的资料看了大量的有关农业呃呃那个反正主要是科技方面的书吧呃呃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一时期看的这书基本上没什么用为什么呢因为在六八年期间呢截至六八年为止中国关于农业科技方面的著作大概有五分之四是出自大跃进时期的大跃进时期大家知道有那个科技大跃进呃 传过各地都放卫星呃出了一大堆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大跃进中的那种奇奇怪怪的那种创造啊那种呃呃据说是用土办法可以呃呃呃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的那种种呃种种东西那个时候我们也没什么分辨能力反正就是呃认为和农村有关的我们就看结果看了好多那种是吧呃呃 比如说那个叫做什么呃呃水稻半机卸化收割机是吧其实这个东西后来我们呃呃真正一种田就知道那个东西完全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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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起码起码的力学原理都不顾的是吧那么还我还看过一本装真非常豪华的中国科学院呃很多人组织编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土农要治是吧里头讲了很多大跃进 最近的过程中呃呃这个农民创造的土农要是吧呃呃呃那个都有很漂亮的图谱就是那个我估计是是个呃呃那个中国科学院呃呃生物研究所那个呃呃他本来搞的那个标本室里头有的那些东西是吧那个呃呃我记得里头的那个土农要无所不有有那个其中有一则提到 说是把那个呃辣椒呃呃鲜辣椒每某二十斤磨碎了以后喷雾呃可以防治牙虫说是啊呃呃到后来下了香以后我就我就知道这种说法有多荒诞因为因为这个每某二十斤辣椒这个成本要多高呢是吧而那个时候中国的农药啊说实在的它的特点都是高毒高残留的但是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非常便宜是吧当时的那个666 DDT都是价格极其低廉的农药那当然副作用很大现在都禁用了是吧谁也不会想到要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每某二十斤辣椒墨碎了去去去去去干这种事的是吧但是这一类的书我们看了好多是吧呃什么山龙冷烂田的改良利用是吧还有很多那种呃讲什么自种啊育种甚至甚至还有怎么抓田鼠是吧呃那个 还看过一本书我记得叫做叫做什么那个那个呃用红薯粉制制作糕点的呢哈哈哈哈一本书一本书是吧那个时候想着到农村去嗯那个那个大家都知道那是要吃杂粮的啊我们又吃不惯那怎么做呢就看也看了一些这些书后来真正到了农村去以后呃这些东西当然都用不着的因为那个时候 干活累的半死回来还有心思去做这种糕点吗而且而且那个时候只要一到了农村什么都爱吃了是吧那个时候只有吃饱吃不饱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好吃不好吃的吃的问题是吧呃不管是什么东西呃只要能填饱肚子的都是美食是吧呃但是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其实看似无用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呃也都还是有用的至少呃我们了解了一点 就是那个时候呃中国的呃中国的这个科技作品都是些什么呃都是都是都是在一种什么背景下出现的一种一种一种科技作品而且呃就从这些东西中啊其实你也可以得到一些知识因为比如说就中国土农药制这本书是吧呃呃其实对于我在农村呃呃搞什么农药这方面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是从这本书我就了解到了 很多植物分类学方面的东西因为它每一种东西都都标有你是什么科什么树是吧而且呃一些一些主要的那个类型学特征是吧呃我从这本书中得到了好多那种那种分类学的那种啊什么种状花絮啊啊什么佛宴包啊什么什么这一类的东西后来我又看了很多草药书这些草药书里头都有这些东西是吧其实看看了这些东西 以后我并没有成为一个呃呃中医方面的专家但是那个呃呃当时我几乎在农村里头每看到一样东西都可以说出它是什么科什么树是吧那个那个曾经那个那个当时那个呃呃这也算是我的一项呃特长吧那么呃呃我到农村以后啊就整整在我就我称之为早稻田大学的 对九年期间呃呃说实在的要说那个时候我们求知欲望的确是呃呃非常强是吧呃呃非常强也不是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呃呃就是因为无聊啊讲的简单一点是吧呃呃如果要讲高尚一点那是为革命而读书是吧如果要讲呃讲的不高尚一点其实就是为了填补精神空虚是吧因为那个时候你也看不到什么职业前景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读书啊倒是真有一点像那个现在有些人讲的古希腊人的那种读书是所谓的爱自求真是吧什么叫爱自求真呢就是没有什么目的的是吧并不是因为读书有什么用处是吧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呃没有什么职业取向也不知道你将来到底要干什么是吧我后来成为一个搞死学的搞什么的那是当初根本就呃没有想到的 我的确从小就看了很多呃历史书那也不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死学家而是因为我父母都是学历史的呃呃家里头的长书大部分也是这些东西呃那么因此从小也看这些书但是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观念说我将来要去做一个死学家那么我到了农村去以后也基本上是呃什么书都看呃这个这个那个就是呃呃 我看过很多那个呃呃我曾经在农村修过水电站因此看了大量的电工学方面的书呃而且我们那个时候看书有一个特点呃就是就是往往都是补课式的是吧因为比如说吧呃到了农村我觉得有必要我在农村干过很多的事但是没有一件事是呃是是是是是是是一直干下来的呃比如说我也当过赤脚医生是吧呃那个时候赤脚医生是吧呃 这个通俗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呃生产队的卫生员是吧那么我也呃呃呃那个那个主就是呃呃主持过而且是我动手安装的呃呃搞过我们村的小水电而且参加过我们现办的一些水电工程的建设呃那么为这个我就看过很多关于水电的书但是看水电的书你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水那个电工学中的很多概念你原来是看不懂因为我们没有学过呃数学的是吧 什么什么什么正旋曲线呢什么cosine phi功率因素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是啥东西是吧于是你就又要回过头来去学数学去学那个什么三角啊呃那个那个那个三角函数啊解析几何啊这一类的东西啊否则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那个那个那个cosine phi这样的这样这样的概念是吧于是又又反过来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倒基本上是吧 中学时代的数理化都都读了一遍读了一遍并不是为了应付高考因为那个时候也也也也看不出有恢复高考的前景纯粹就是因为如果你不懂得呃那些你不懂得我刚才讲的这些数学知识那个电工学你也看不进去啊那么因此啊我觉得这个人类的知识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是吧就是呃很多东西是互相联系 那么在这个时期啊当然我也开始呃关注社会呃我关注社会当然是也是有感而发因为呃真正到了农村以后呃就感到这个呃农村很苦我们当然本来就已经是预想到的呃但是农村里有些事情呃我们当时是没有想象到的呃比如说那个呃修水利呃我们那个时候每年 每年秋冬季几乎都去搞那个农村基本建设而这个农村呃呃那个呃呃区所谓区就是省了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呃区地县三级的水利工程几乎每年都变成抢险工程因为他当时的那些计划都是有点耗大喜功然后到了每一年的冬季完不成完不成到了夏天 夏天就有一个洪水季节来了的问题那些大坝往往都是其实这种事情当时有很多就是到了洪水季节以后这个大坝还没有住到异洪高度的话就有被冲掉的危险于是就临时要搞所谓的强险几乎年年都强险是吧那个时候两个词经常用一个叫强险一个叫备战什么都以这两个理由来来进行进行高强度动呃曾经有一年吧 当然我记得是72年还是73年呃我们在那个我们在我们县当时最大的一个水库搞呃施工的时候当时就是呃说是要强险呃那个那个呃因为我们那个水库在正好在我们县的县城的上游呃而且还是一个比较现在看来叫做中型水库吧呃那么这个水库如果垮掉的话那整个县城就要被冲走了所以当时 那个先领导很着急在我们那里开了个四十大会呃提出所谓的要发扬五八年的干劲呃呃呃怎么怎么呃呃呃呃大干快上呃夺取封后会战的要强险工程会战的呃胜利是吧什么叫发扬五八年的干劲呢就是出动大量的武装民兵包括县中队把整个工地都封锁起来所有的 路口都拍上人站岗不准人出去是吧就是怕这些人逃跑然后那些呃呃你你要走出工地都需要有指挥步伐的路条呃呃呃才能出去那我真是第一次见到过这样的景象然后但是实际上啊我觉得这个说法当时是起了副作用因为一提到发扬五八年的干劲把当那些农民都吓坏了所以后来到了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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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呃新年前夕啊那个工地上的那些民工那逃跑成风基本上都跑光了而且实际上那些武装民兵在各地把守路口的也是没有没有真正当一回事没有扣下几个人来是吧呃真正跑的其实都跑掉了那个那个最后在工地上留下来的大概只有我们这些知青 还有一帮四类分子那些人是不敢跑的是吧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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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大概实际上到了春节前后工地也基本上都停工了是吧到了呃春节过后元宵过后这些人才回来回来以后就就纷纷有很多人投诉到指挥部说他们呃呃说他们呃呃年前逃跑的时候被那些武装民兵呃收了身甚至被耍了流氓是吧呃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呃呃呃那个指挥部当时也基本上没有什么 处理因为这个是你也说不出口嘛呃所以但是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发扬五八年干净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后来大家后来那些那些人就跟我们讲说五八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县呃呃曾经在一个山沟沟就是我插队的那个公社的山沟沟呃叫做魏洛在这个山沟沟里头搞过一个呃钢铁野战军 把我们呃呃现在大概两万多劳动力呃弄到那里去呃炼钢铁是吧然后呃呃然后也是像现在这个样子派那个武装民兵把所有的路都封锁起来不让他们跑出来然后后来到那个断粮的时候里头就有很多人饿死呃所以这个事情大概是老百姓是有这个记忆的所以一这么讲老百姓都呃本来不跑的也要跑掉了呃 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觉得的确呃呃这个也是促使了我们对那个呃社会进行呃探索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想法呃呃在我插队的最后两年呃呃呃呃我曾经参加过好几次这个呃呃县里头的那个呃呃创作文化局创作组的工作呃呃当时呃呃把一些基层的一些呃呃一些人呃 呃集合起来搞一些那些那些相处文艺的呃呃那些材料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是搞的所谓的呃壮具呃呃施工系就是那个壮族的民间文艺的一些材料呃我那个时候就看了很多那种呃呃就是那种以前的人留下来的那种什么壮具曲谱啊什么就是这这些东西当时其实我也有一个很有趣的感觉呃呃 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呃呃别的想法但是我就发现了凡是用壮语创作的不管是施工系也好壮具也好对那些对那些那些保留下来的所有的那些曲谱和句目中啊都完全没有后来我们称之为壮族最有名的文艺作品的呃那些东西比如说刘三姐是吧这个东西在呃那些壮族文艺作品中是完全没有的 呃因为后来我知道这个刘三姐这个故事是来自呃广东阳江而且从来就在49年以前从来没有人把他和壮族联系在一起是吧他传到广西以后也主要是以汉族的彩调的那个方式流传的一直到现在这个刘三姐还是彩调是吧呃包括这个电影刘三姐而彩调大家都知道那是一种虽然是广西的地方取义但是并不是壮族的地方 而是汉族的地方取义而也是用汉语演奏的而且这个刘三姐这个刘信呃在壮族中其实也很少很少就完全是一个汉族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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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传说但也是因为政治正确的缘故在在在在那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处备呃加工成了一个壮族歌仙但是在呃我接触过的那个那个壮族呃自古流传下的 民间文艺中是完全没有这个东西的那么这一段的经历当然其实也给我增加了不少那个呃人类学啊啊就是这个壮族的这个文化啊啊方面的这些知识我们那个时候搞的壮族创作说实在的呃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流传下来的 基本上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呃呃用壮族移植革命样板戏呃就是把那些什么沙家帮啊都都都都移成壮呃壮语然后用那个壮族的曲谱来来来加以呃套呃来来来用来套还有一个就是创作了一些呃就是农业学大寨这一类题材的那些那些东西呃但是这些东西也并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呃因为 这个这里头的确包含着那个很多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这个人类学上的这种采风啊呃这种这种呃这种呃民俗文化资料啊方面的这种呃这种收获那么当然在这个时候啊呃因为我在新文化局期间呃也跟他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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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呃 呃搞得比较熟呃大家知道在整个这个文革期间呃呃县图书馆基本上都是不开放的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专业的县图书馆所谓图书馆其实只是县文化馆的一个分支那个时候呃文革期间大概传过了很多县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县所有的那个文化工作大概都是由文化馆主持的呃呃文化馆 呃呃呃他包括呃涉及到他和那个县文艺队有关系和那个文化馆还有一个图书室呃其实也就是后来我们讲的县图书馆了是吧那么县图书馆其实长书也不多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图书供应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时有一有一有一些内部书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那个什么灰皮书黄皮书之类的呃这些灰皮书 黄皮书都是按级别来发行的那么而且有甲乙丙丁好几种水平呃有一些那种级别最高的那个灰皮书那是发行到省军级的呃比如说当时曾经发行过陀罗次级的一些著作那就是发行到省军级的那当然不会发行到我们线但是很多呃这个黄皮书灰皮书是是可以发行到线一级的那么这些书 都发行到了呃当时无论多么落后的线都有一本而且发到这些线以后基本上无人问津都被放到那个呃图书馆里头从来也没有什么人看过是吧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跟线文化馆的人都很熟嘛是吧所以就呃可以随便进去呃乱挑而且挑了以后可以拿回家呃拿回家了以后有些就还了有些也甚至也没也没还那个时候也没什么 不规章自助是吧就就就就所以我到现在还有几本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那种书那个那个那个时候啊呃就看了很多那种呃呃那个那个文革期间和文革以前为了反修呃我们搞的那种大量的这这种题材的书所谓反修其实说穿了就是反书了是吧那么呃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 但是那个时候的反修著作中啊有很多是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著作啊因为大家知道那个苏联那个体制虽然毛泽东说是修正主义但是实际上应该说还是正统社会主义啊或者说是斯大林主义那么所谓的反修和反斯大林主义也没有太大的那个尤其是国外的人也也也也根本没有这种界限 那个呃批判苏联从毛主义的角度批判的在国际上毕竟是很少的绝大部分对斯大林主义的绝大部分对苏联的批判还是还是从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角度入手的包括左派的批判也是这样是吧包括呃国外的很多左派对呃苏联的批判还是从那个比如说欧洲共产主义呃或者说是 社会民主主义的角度进行的啊那么那些东西当然呃对我们来讲也是具有也是具有很多的那个呃也是具有很大的那个启蒙价值那么到了到了1978年呃那个时候高考呃高考和那个研究生考试我都参加过那个那个呃7778年的这两次考试啊也是中国文化史上 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观了呃当时临时决定呃要恢复高考呃后来又临时决定要要恢复招收研究生这两个决定几乎是相差只有两个月所以尽管高考是77年恢复的研究生是78年恢复的但是77年的高考拖得很晚那个呃77级77级进校已经是10月份了 78年的研究生考试又特别早所以这期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是吧那么那个时候呃我都参加过呃而且也都录取了那么但是那当然可以直接读研究生我就不去读呃本科了是吧那么呃呃那么读了研究生以后呃我的导师呃大家知道 呃就是呃赵立生先生我在呃呃南方周末也写过呃呃他几年以前他去世的时候也写过很长的呃呃回忆他的文章呃赵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在民国时期呃呃一个非常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呃是可以说是呃对马克思主义的造诣是相当深厚的是吧那么他也是非常强调 呃让我读马克思的书那么尤其是读那个关于呃呃亚西亚生产方式啊呃呃什么呃呃古古代东方呃呃专制主义啊是吧反正关于这些题材的书那么赵先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建国以后的经历是非常之坎坷的呃可以呃呃那可以说是家破人亡而且曾经有一度还处于失业状态呃就是就是没有工作了 靠靠靠靠女儿养活的呃那么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建国以后遭到这样的遭遇是为什么呢当然现在很多人说都是因为赵先生这个人比较耿直呃赵先生历来和当官的关系处得不好呃这是我们也都知道的他当年在那个呃呃在那个呃呃呃刚刚进入解放区的时候呃就在华北大学呃呃和和 中国科学院连续跟两届领导就是当时的呃呃陈芳武和郭默若干过两仗是吧然后在这些地方都待不下去是吧那么这个我都是我我都是知道的但是后来我就越来越感到实际上除了赵先生的这个个人的性格比较耿直以外我觉得赵先生所理解的那个马克思主义也是我们四九年以后很难容忍的是吧就是那个呃呃 那个那个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那些反专制的那些内容啊关于那个呃呃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关于呃呃呃压生产方式了关于古代东方专制主义了关于这些东西直到目前还是我们国家直到九十年代还是我们国家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但是这些东西啊其实说实在的都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是吧而且在这个时期啊 我们的确也是因为原来就看过这些东西后来又在呃我们导师的要求之下呃下过功夫去读这些东西我记得一九七八年呃呃七月当时是研究生服饰还不是正式入学呃呃我们第一届研究生当时是有服饰的呃为了这个服饰还花了很多功夫因为当时我只是一个知青呃是没有钱的那么为了服饰 我还专门到县里头去申请了一笔补助呃呃因为那个县呃呃我所在的县当时研究生考试只有我一个人呃呃有两个人有服饰资格呃所以县呃呃教育局也认为这是一桩大事还补助了我一笔钱呃让我跑到那个从广西跑到大西北去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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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服饰的时候我们导师就交给了我一本呃呃 呃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呃呃现在被正式的翻译叫做资本主义以前各形态呃呃也不是一本书呃只是那个呃呃马恩全集第46卷上册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中的一章这一章的题目现在叫做呃资本主义以前各生产形态呃但是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这个马恩全集 第46卷上册是在1979年才出版的呃呃我我当时呃呃这个这本东西还没这个就是呃后来的这个中央编译局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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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集本还没有出版那么赵先生给我的这本东西啊是1949年东北人民东北新华书店印的就是解放区印的一本一本书呃这个遗者是那个呃呃 北十大已故的不久前刚刚去世的日之先生就是那个呃古代史专家林志纯先生呃他当年呃呃就是40年代的时候一的其实就是一个章节呃呃交给我说我一定要读这本书这本书是非常之难读的原因是因为他只是本来这个东西就是马克思的笔记大家知道呢又现在的现在我们把它称之为呃 1857年手稿是吧本来这个手稿就不是什么很很成型的东西而且日之先生一定又是其中的一张而且再加上这一张当时日之先生的那些术语那些翻译的术语和我们今天习惯的那些术语也有很大的区别甚至连文风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读起来是非常之呃非常之非常之 奇怪的而且我们当时也想不通搞中国古代的史的人为什么要一定要去读这样一本东西是吧但是后来我们的确是这里我要提到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如果你读不懂你就要就会对你的背景知识提出要求是吧就像你读不懂电工学你就需要去补数学的课一样是吧那么你读不懂这本东西就助使我呃更多的读了一些那个呃呃 马恩时代的一些其他的东西是吧包括后来出版的那些人类学著作什么摩尔登啊科瓦列夫斯基啊什么什么这些人的这些东西是吧那么大致上我对他们的呃思想就有了呃比较多的理解那么当然后来紧接着八十年代就迎来了中国呃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是吧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做新启蒙的 那个时代是吧那么对那个时代啊这个这个读书生活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是吧而且那个而且呃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呃国外的各种新思潮从那个什么呃什么什么控制论信息论呃呃就所谓的三论是吧一直到那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一直到最自由主义的东西呃像哈耶克啊他们的那些作品一直到经济学界的像弗里德曼他们的那些作品 这里我要讲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经济学基本上就是完全西化的是吧因为这里头有个呃大家可能不太注意的现象就是实际上真正的计划经济经济学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引进过是吧所以这个呃我们国家在改革以前的经济学啊除了资本主义部分是以资本论为基础的 主要是承担批判功能的这种经济学以外对于当下的经济其实没有任何可用的经济学资源因为呃呃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那个呃呃当年苏联呃革命以后啊对于革命以后苏维埃时代的经济应该有什么样的经济学 呃当时曾经有过一个讨论因为当时的很多苏联学者其中包括当时苏联最有名的左右两大派的代表人物比如说当时的左派也就是托派的代表人物呃就是普料布拉任斯基呃以及右派就是所谓的捍卫行经济政策有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布哈林他们在很多方面争论的很厉害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认为 政治经济学主要承担是批判功能而这种批判功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学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是用于像资本人量是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那么到了社会主义你搞社会主义经济那你的经济学主要就不是用于批判的了而是用于指导计划经济的那么指导计划经济的经济学是一种什么经济学呢 这两派的人共同都认为不是应不应该是政治经济学而应该是计划科学所谓计划科学就是一门用现代科学主义的办法来管理经济的学问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大量应用那个那个数理工具是吧 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那个那个统筹方法是吧来进行那个最优最优化计划是吧实现各种经济参数的最优化 实现那个最佳的投入产出是吧讲的简单一点计划经济所需要的经济学是一种计划科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是吧 因此实际上在苏联长期以来是没有什么人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是吧 他们曾经下了很大的功夫去搞计划科学这个所谓计划科学在苏联后来叫做数理经济学是吧 那么当时在斯大林时代就有很多搞数理经济学起家的人 像什么念清诺夫啊维恩斯坦啊这些人 但是斯大林本人是主张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而且大家知道后来的这左右两大派的主流包括普莱奥布拉人士纪和布哈林 后来在大数反的时候都被杀掉了 那么斯大林认为左派也不行右派也不行是吧 然后他自己提出了一些主张 其中就有其中就有那个毛主席很欣赏的那部那本 斯大林曾经有过一个笔记 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记 斯大林写了一个笔记 毛主席是对这个对斯大林的这个笔记是 可以说是毛主席看过的下过功夫看的很少的几本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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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马克思主义系统的那种那种文献了 那么斯大林就认为 要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而且在40年代就做了一个决议 苏联的高校要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 但是苏联的经济学家普遍被这个事情都不感冒 这点是和中国不一样的 因此虽然苏联有了这么一个决议 但是实行起来很慢 苏联的高校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 已经是1954年才编出来的 可是那个时候斯大林已经死了 所以很快虽然这个教材编出来了 但是很快由于斯大林去世以后 苏联的气候发生变化 苏联的经济学又再度变成了 以数理经济学作为它的主干 是吧 以后苏联的那个苏联学校的那个经济学科 基本上搞的都是那个 从尼姆齐诺夫维恩斯坦到后来的 那个那个那个 卡特罗维奇 是吧 那个包括萨塔林 是吧 甚至包括盖达尔都是搞这一套出身的 是吧 这里头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苏联后来搞修课疗法的那些经济学家 当初都是搞计划科学的 而且他们对数学都是非常之精通 非常善于搞那种所谓的最优化计划 是吧 那个那个其中的一个大本营 就是那个新西伯利亚 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的 那个叫做什么工业 好像是叫做工业经济研究所吧 里头聚集了一大批那种搞数理经济学的 最善于用那个电子计算机来管理经济 所以这里反正是我我今天的演讲就等于基本上是讲到想到哪里讲到哪里的了 有人说苏联的经济搞得不好是因为他没有把住新技术革命的脉搏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完全不对的 是吧 如果你要讲把住新技术革命的脉搏指的是没有开发那个IT的商品 那肯定是对的 因为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本不可能开发出什么个人电脑啊 什么各种个人软件啊游戏软件这样的东西 是吧 但是如果要说助理注意到电子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对于管理经济的重要性 那苏联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没有比他更重视的 因为这是计划经济国家的特点 是吧 既然他是计划经济国家 那当然这个对于管理经济 尤其是用现代化手段管理经济 尤其又是苏联这样一个受到近代科学主义文明影响很大的这样一个体制 所以他们是非常重视这一套的 是吧 早在1977年苏联就建立了那个国民经济各部委的电子计算机联网系统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联网不是什么互联网了 那个时候的联网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不但没有互联网 甚至连大规模集成电路都还没有 那个时候的电子计算机输出的方式还是以那个穿孔子带为为为为为 穿孔子带和持记录仪为为为为为为媒介的 但是就是用快递的方式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进行信息交流 苏联当时还建立了那个 各国民经济管理部门的这个统一的数据库和统一的那个联机处理系统 当然是非常原始的联机处理系统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苏联是相当现代的 那么苏联在这个计划科学化这个方面呢 在那个或者说计划经济的经济学 也就是计划科学方面的确有高度的发展 我们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史以来只有一位苏联东欧的学者获奖 就是苏联的坎特罗维吉院士 那么他搞的就是这个东西 他的一本书还被翻译成英语 叫做管理科学 就是讲用电子计算机怎么搞那种计划最优化的 那么这一套东西啊 其实如果中国真的要搞计划经济 那么确实是需要这样的经济学的 可是我们中国当时从五六年以后开始返修 返修的结果 我们的中国的经济学 既没有西方的那一套搞市场经济的经济学 也没有苏联的那一套搞计划经济的经济学 只有那个那个政治经济学 就是用来骂资本主义的 那么搞社会主义的这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苏联1954年编的那个 苏联人自己已经不太在乎的那个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那个教科书啊 说实在的是一点学术魅力都没有的 之所以说他一点学术魅力都没有 是因为他不解决任何经济问题 他既不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 实际上也不解决计划经济中的问题 因为他完全没有涉及到怎么制定计划的问题 他大量的篇幅都是论证 计划经济如何如何善 是吧 比如说计划经济的目的是 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如此等等 说那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是 要实现利润最大化 是吧 那么讲的都是这些 都是这些政治概念的正确性 是吧 至于这个一个科学的计划该怎么制定 怎么做到用最小的投入 实现最大的产出 按理说这是计划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一 但是我们以前的经济学完全没有这种内容 我们虽然在六十年代仍然派了一些人 到苏联去学这种 这种树立经济学 是吧 比如说武汉大学的那个 不是 社科院经济所的那个吴家培先生 是吧 还有其他几位先生 当时是被派到苏联去 去学这种计划科学的 但是他们回来以后基本上是 没有用武之地 因为中国当时 大学里头都没有这种学科的 所以他们一直都 也没有展开教学 在中国的大学里头原来没有这些东西 正是因为中国的大学里头 以前根本就没有计划经济的经济学 因此改革开放以后 自然西方的经济学就占了主流 这个他完全没有 他完全没有遇到那种 那种可以 就是就是可以与他分庭抗理的东西 在苏联东欧就不一样 苏联东欧的经济学界至今为止 还有很多人对 对数理经济学那一套是精精乐道的 因为那一套东西 我们就从爱字求真的角度讲 那一套东西还真的是有一点学术魅力 是吧 就是至少他那一套数学还是非常复杂的 还是很有研究头的 用我们今天的角度讲 是吧 至于那个社会主义经济学 基本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那基本上就是背几句口号 是吧 从实用的角度讲 他对解决经济问题 包括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 包括解决计划经济的经济问题 可以说毫无作用 是吧 从学术魅力来讲 他也不能满足人们爱字求真的 起码的要求 是吧 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年 他基本上就被 那个市场经济的经济学 是吧 就是西方的那套经济学 完全取代了 但是除了经济学以外的 其他人们社会科学领域 应该说在八十年代的中国 是被花齐放的 而且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呢 可以说是积不择实 是吧 那个时候中国并没有发生 所谓的九十年代的什么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 是吧 那个时候什么思潮都拥进中国 而且大家往往没有看到 他们之间到底有 多么大的对立 是吧 基本上就是只要是新的 就是好的 那个时候大家知道 有几套很有名的重书 什么走向未来重书了 什么文化中国与世界重书了 什么三个面向重书了 这些重书的特点是 这些重书共同的特点都是 左中右各派都有 是吧 就基本上什么新的来 来什么 是吧 就是而且那个时候 大家传盘接受这些东西 好像也不存在着什么争论 是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 当然我们也这个 各种什么奇奇怪怪的 什么东西 我们也都接受了一些 是吧 包括那个时候韦伯的著作 是吧 那个哈耶克的著作 是吧 包括那个历史学界的那些 西方学者的那些著作 是吧 那个那个爱德华卡尔 是吧 巴勒克拉夫啊 什么等等 等等等等 这些人的著作 但是今天如果有人问 在整个八十年代 乃至在后来我的思想的形成过程中 是吧 对我影响最深的著作 或者说人 是什么人 是吧 那么这里我要很老实的讲 可能大家今天的人不会很理解 而且洋人就更不容易理解 是吧 其实我们八十年代的那些人 我想 是不是把这句话讲出来 可能不一定 但是我想并不一定是我一个人 是这样 是吧 就是我们这些人 包括我们这一代自由主义者 是吧 对我形成我们思想的 印象最深的 恐怕还是马克思的著作 是吧 因为道理很简 这个问题啊 其实 我记得丁学良先生在一本 在一篇短文中就讲过 是吧 他说他到了美国 有人问他 你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对你影响 在你的思想形成过程中 你接受这个自由观念 最早的启蒙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是来自马克思 美国人听了都大眼瞪小眼的 他们都认为马克思只搞 只懂得讲无产阶级专政 是吧 怎么还会得到了自由主义的启蒙呢 是吧 但是 这里我要讲 第一 这是很自然的事 是吧 因为道理很简单 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左派 大部分 其中的大部分人 还是生活在专制的背景下 是吧 因为19世纪的欧洲 除了英国这样的少数国家以外 绝大部分的欧洲大陆国家 都是处在那个 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那个时期 当时的左派 是切身的体会到 反专制的必要性的 是吧 那个时代的左派和 今天的新左派是不一样的 是吧 所以啊 我经常讲啊 如果我们中国今天需要左派的话 我早觉得与其需要新左派不如需要老左派 是吧 当然我这里讲的老左派指的不是毛左派 是吧 指的是19世纪的欧洲左派 是吧 乃至20世纪的俄罗斯左派 是吧 因为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俄罗斯 都面临着走出专制的问题 是吧 那个时候他们的左派 面临着很多问题 和我们现在是非常类似的 包括既有专制 又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 全权勾结的问题 是吧 这个问题在他们 那个时代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到了今天 今天西方的新左派就完全 完全不去想这些问题的 是吧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 我觉得更重要的 还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 就是人的机械记忆力 从来都是年轻的时候好 后来就越来越差 尽管理解力是越到后来越好 是吧 人的智力我想很多人都已经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 是吧 就是机械记忆力是 小孩的时候是最好 以后是越来越差 但是那个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是成年以后最好 而且往往是 只要 只要这个 只要这个智力没有衰退 是吧 甚至是越 越成年越好 早年是比较 是比较 是比较 是比较差的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讲 由于我刚才讲的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机械记忆力最好的是在 主要接受的还是 这些东西 是吧 因此这些东西啊 嗯 在我们的思想资源的那个储存里头 呃 占的比重也会相当大 是吧 尽管以后我们看了大量的东西 包括看了呃 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大量的东西 是吧 包括诺奇克啊 哈耶克啊 这些人包括那个经济学领域的唐巴威克啊 是吧 奥地利学派啊 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大量的批判也是非常精彩的 是吧 但是至少在机械记忆方面 是吧 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记忆都赶不上 呃呃呃呃呃 我们早年接受的那种 那种呃 马克思主义的呃 呃呃 我现在不讲是马克思主义 我只是讲呃 呃那个马克思 普雷汉诺夫 拉法格呃 呃 甚至包括早期的列宁 是吧 他们的很多那个言论啊 我觉得至今为止也还是非常精彩的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啊 呃 19世纪的欧洲左派 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思想资源 这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 但是19世纪的欧洲左派 在批判专制方面积累的大量的思想资源 我们现在都忽视了 是吧 呃 不仅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流体制忽视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西方的主流思想界忽视 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吧 因为随着冷战的结束 呃 马克思主义普遍认为是已经 被认为是已经过了时的 是吧 而且的确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 包括今天的新左派 对于解决当下的呃 这个这个西方面临的各种问题 我觉得他们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呃 非常成熟的这个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这个看法 是吧 但是当时的19世纪的呃 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者 是吧 呃 他不仅对于批判资本主义下了很大的功夫 对于批判专制主义 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是吧 那么这些思想资源啊 对对于呃 二十世纪中国人追求 自由民主的斗争 其实都起了很大的影响 不仅对于我们这些八十年代新启蒙 呃 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呃 对于像我的导师赵立生先生那样的 在四九年以前从事过反对国民党专制的呃 这种呃 反对国民党政权专制统治的呃 这些左派学者呃 呃 包括对于呃 二十世纪初反对撒谎专制的俄国学者 是吧 其实都是这样的 是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们现在的很多关于民主问题的言论了呃 呃 呃 的的的说法 其实在当时的那个 那个呃呃呃 从马克思到普雷汉诺夫呃等等这些人的那个 那些著作中啊都有非常精彩的解释 比方说 现在有人说 这个呃 纯粹市场经济呃 会给工人带来很大的危害 是吧 那么为了解决市场经济的矛盾 比如说那个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是那个呃这个市场经济呃会造成很多问题 那么为了防止市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呃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呃保护弱者 是吧呃呃呃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搞呃呃国进民退和这个再分配 可是这种观点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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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俄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帮助 而是从他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根据这些观点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关于这些东西曾经有过很多的记载 那么也许现在一些左派朋友可以解释为 当时列宁讲的这个不受限制的政府 指的是资本家的政府 资本家的政府当然左派是要反对的了 可是列宁在下面就要讲到 他这里讲的并不是指的资本家的政府 他这里下面就说 他说资本家如果反对这样的政府 我们工人阶级要和资本家站在一起 和资本家来联手反对他们 因此他这里讲的显然不是讲的是资本家的政府 而是什么政府呢 而就是当时人们讲的中性政府 大家知道我们最近有一位朋友 说我们这个奇迹有一个非常有重要的因素 就是需要有一个中性的政府 这个中性的政府就是既不属于穷人 也不属于穷人 而是凌驾于穷人和穷人之上 对穷人和穷人都公平的 讲的简单点就是这位朋友认为 这个这样的政府 他既可以欺负穷人 也可以欺负富人 他不是专门欺负一种人的 是吧 那么这样的政府叫做中性政府 是吧 其实关于中性政府的观点呢 在19世纪就很流行 是吧 比如说他们经常说 这是列宁在一篇文章中 专门批判的 是吧 当时有一个警察民粹主义者 叫做那个 我一下子忘记了 我就不点了 是吧 他曾经有过一句名言 他说啊 他说 西方的民主是很虚伪的 因为这个民主要靠选举 而这个选举是富人操纵的 因此选出来的都是富人 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 他们欺负穷人 这是原话了 是吧 而俄国的政府 就比他们公道得多 俄国的政府不是选举的 撒谎因此高于一切人 既高于穷人 也高于富人 撒谎在穷人和富人之上 为一切人主持公道 是吧 因此比西方选举 条件下的政府 要好得多 是吧 那言下之意就是 撒谎既不是穷人选出来的 也不是富人选出来的 因此他就是中性的 是吧 那个是 是最好的政府 是吧 那个 列宁对这句话 就有过一个 一句 几乎是破口大骂的话 是吧 说所谓的这个中性政府的公正是什么意思 是吧 我们俄国人 我们每一个人 俄国人都有切身体会 可是在欧洲几乎一切国家 是吧 他这里讲的欧洲一切国家 指的就是除了俄国以外的 当时基本上都已经实现宪政制度的国家 是吧 他说在这些国家中 这个工人和雇农都可以进入国会 都他们的代表都可以在国会中 大声的控诉 那个资本家的罪恶 是吧 要求 那个 那个 这个 那个改善 反正就是要求实现这个工人农民的纲领 没有一个警察敢动 谁也不敢阻止工人的代表说这种话 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的一根毫毛 是吧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说西方民主如何如何虚伪 是吧 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出来驳斥的 而且他们驳斥的理由是非常之精彩的 是吧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那个时候 车尔尼学夫斯基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 是吧 说这个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权利 是一种抽象的权利 这种权利 对于一般的劳苦大众是没有意义的 比如说 鼓吹言论自由 是吧 说穷人 这个读书实质的能力很差 言论自由的权利对于他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说这个穷人 很难参加竞选 在议会中辩论的权利 对于他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 车尔尼学夫斯基讲 这些权利相当于 主张一个人拥有用黄金做的碗吃饭的权利一样 是吧 这个权利对于一般的穷人来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不可能有黄金做的碗 是吧 因此 一个人拥有用黄金做的碗吃饭的权利 对他们来讲完全没有任何价值 他们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为了一个银鲁布把这种权利给出卖掉 是吧 那意思就是说 只要存在着贫富不均 那么我们讲的这个民主就是没有意义的 是吧 因为这个穷人行使民主权利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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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会受到限制 是吧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我就不想多讲了 关于车尔尼学夫的这个观点 是吧 这是一部车尔尼学夫斯基的名著 叫做那个法兰西党派斗争 是吧 那么 关于车尔尼学夫斯基的这个名著啊 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雷汉诺夫专门写了一本书 花了很大的力气系统的去批了这个观点 是吧 这本书 五十年代也移成了中文 叫做我们的意见分歧 是吧 大家可以看看 呃 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怎么去批所谓的西方民主虚伪论的 是怎么批判 呃 是怎么论证 穷人需要这种抽象的权利 是吧 那个普雷汉诺夫就通过了大量的论证证明 自由主义者为之奋斗的抽象权利 正是人民解放的呃 呃 必不可少的条件 是吧 说这个议会民主 的确是资产阶级组织的工具 但是同时也是 无产阶级的组织工具 是吧 而且还说 今天的中国 那今天的俄国 是吧 说今天的俄国 农民面临的问题 就是退色自由的问题 是吧 说这个 今天俄国的呃 农村出现的阶级分化 是什么阶级分化呢 是 这个剥削者的公式和被剥削者的个人之间的对立 是吧 这个这些话 我觉得听起来都是非常精彩的 是吧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话 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们当时面临的这种问题背景和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不同 是吧 因此这里我要讲啊 这个呃 我这里呃 最后要讲一点呃 我看书的一个体会 我觉得我们看书啊 呃 我们当然都可能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倾向性 比如说呃呃 我是可能被有些人认为是自由主义者 当然也有些人说我是假自由主义者 是吧 呃 这个我觉得呃 呃 无所谓 是吧 呃 这个标签是无所谓的 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价值立场 是吧 但是尽管有这些价值立场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啊 这个这个呃 监听则明 偏听则暗 是吧 如果我们有了某种价值立场 但是只在这种呃 偏向下去进行阅读 那肯定是不够的 是吧 呃 这个呃 各方面的言论 各方面的思想资源 我们一定要呃 吸取 但是更重要的是 这个吸取是要有变有比较有鉴别的 而这个比较鉴别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把握他们的问题意思 是吧 像我刚才讲的 为什么当时欧洲的左派 这里我要讲 完全不是什么新左派 是吧 不折不扣的就是老左派 呃 这里我还想要插一句 其实十九世纪的欧洲左派 从马克思一直到普雷尔汉诺夫和列宁 和今天我们中国的一些自由派一样 有一个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对美国的评价都非常之高 是吧 呃 对别的方面 评价高也就罢了 是吧 呃 比如说民主啊 什么什么也就罢了 最有意思的一点 至今为止也还没有人提到的 就是他们对美国的老百姓可以随便持枪 这一点评价也很高 是吧 那个那个 那个 大家知道 呃 这个十九世纪的欧洲左派历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叫做废除常备军 是吧 呃 后来在巴黎公社事件中 呃 法兰西内战中有一句名言嘛 叫做呃 以往的统治者是 呃 以往的革命都是要呃 夺过一个国家机器 呃 然后来镇压别人 呃 无产机器革命就是呃 认为是不能够呃 夺过这个国家机器 而应该是砸烂这个国家机器 呃 不要了 呃 呃 废除常备军等等等等 是吧 那么以后我们的说法就是要废除资产阶级专政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废除资产阶级军队 建立无产阶级军队 其实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根本不是这样的 一直到列宁 呃 在十月革命以前 他们的思想都不是这样的 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在 呃 其实也不光是马克思主义者 从法国大革命以来 欧洲左派的 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观点并不是什么用人民的军队去取代剥削者的军队 他们从来没有谈到过人民的军队 是吧 他们从来没有谈到过人民的武装 他们谈的都是武装的人民 是吧 这个武装的人民不是特许的人民 而是普遍的人民 讲的简单点 就是希腊罗马时代的公民兵制度 是吧 大家知道古代的希腊罗马就是这个样子的制度 就是每个人 每个公民 公民权就是持枪权 是吧 然后没有真正的军队 是吧 碰到有问题 那就国家号召老百姓拿枪上台 是吧 那么当时到了中世纪以后 这个持枪就变成一种特权了 那么到了19世纪 发展出大规模的长辈军 当时的左派认为长辈军肯定是镇压人民的 而这个左派主张的就是废除长辈军 把武器交给所有的老百姓 而这个做法在当时的所有欧洲国家中 只有一个国家是做到了 就是瑞士 瑞士到了今天还是这样的 瑞士是今天唯一的一个没有长辈军的国家 是没有所有的人都有枪 是吧 然后那个 如果外敌入侵 当然瑞士从来也没有碰到过外敌入侵 假如有的话 那就是让老百姓上阵 美国也有这个传统 因为美国大家知道 他在独立战争时代 就是用这个殖民地人民的持枪权来 来对抗这个英国政府的 所以以后他又有了这个 这个持枪权这个东西在美国 现在已经成了个意识形态 是吧 就是这个美国革命就是靠的这个 所以这个民兵 这个东西现在在美国是一个 是一个带有意识形态的东西 大家知道美国的洲际导弹叫做民兵式导弹 甚至美国的一个图书馆互接系统 都叫做民兵系统 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怪的现象 就是美国的那个图书馆的管机互接卡 上面就有个民兵的那个形象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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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就叫做就叫做民兵卡 那个那个那个拿到这个卡不是让你去 去接受什么军事训练 而是这张卡你可以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图书馆 接收 那么那么 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是不允许老百姓持枪的 是吧 但是在瑞士是可以 在美国虽然有瑞士是根本没有常备军的 是吧 美国有常备军 但是公民是可以持枪的 恩格斯在一篇著作中 我这里后面有我现在不想找了 是吧 他对这个制度大为称赞 他说美国啊 这个国家坏就坏在 他不搞公有制 搞私有制 搞的是那个资本主义那一套经济 他说除了这个经济不好以外 美国的这个政治架构 呃 其实是不错的 没有官僚体制 呃 而且呃 呃 除了少量对付印 少量用于监视印第安人的士兵以外 也没有成备军 这里当然讲的是呃 19世纪中叶的美国 是吧 19世纪内战前的美国的确没有什么多少 成备军 只有一点军队是对付 是用来监视印第安人的 呃 那么当时呃 马克思说这个制度很好 除了少量用于监视印第安人的士兵以外 也没有成备军 呃 美国人和瑞士人都是有枪的 他说这是呃 捍卫民主的呃 最佳的方式 他说我们可以想象这是恩格斯的原话 如果每一个人的家里有一杆步枪和武士发子弹 哪一个政府敢取消政治自由 是吧 这是恩格斯的那个那个那个名言 老师说现在这种言论往往会被认为是极右的言论 是吧 因为老师说美国的公民持枪权 我现在也认为是一个毛病比较大的制度 是吧 我并不认为这个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 是吧 但是 不管好坏 这个制度当年是被很多欧洲人 尤其是欧洲的左派当做理想的 是吧 以至于这个十月革命以后 布尔什维克一上台就宣布废除军队 是吧 只保留次卫队 所谓次卫队就是民兵 是吧 是非正规的军队 而且是不住在军营的 是吧 但是后来由于俄国发生内战 俄国发生内战以后 在一九一八年一月 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出台了一个关于建立工农红军的第一号法令 其中还有这样的提法 其中说到我们现在要建立这个红军 这是一个暂时的规定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会实行废除长辈军 而用普遍的 普遍的人民武装来废除长辈军的制度 是吧 他说我们现在搞红军是暂时的 因为现在发生了叛乱 我们临时要搞一个红军 但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又会废除长辈军 但是这个不久的将来 一不久就不久到现在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大概永远也不会我们永远也不会看到这一天 这里我讲的意思不是说 废除长辈军这个想法到底是不是有可行性 是吧 因为我觉得啊 废除长辈军不一定可行 而且公民普遍持枪 到底是不是 一个社会正常拥有的公民 自由的应该有的内容 这也是可以讨论的 是吧 当然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有些人还是有一些理由 是吧 说说 包括恩格斯讲的那个理由 但是 这里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 19世纪的欧洲左派 对于自由 尤其是今天我们认为是右派所追求的那些消极自由 是吧 或者说是个人自由的热切的维护的弘扬的努力争取的程度 是吧 一点也不亚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者 是吧 因此啊 我觉得啊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是吧 当然这里有个问题背景 是吧 我就不多讲 那么我们看书啊 一定要理解这个问题意识 有很多东西啊 问题意识一变 它的意义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是吧 那么关于这些 这个 我想很多问题 我们在这个互动环节 可以在回答的这个过程中 在展开 是吧 现在各位有些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互动 看看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今天这个机会比较难得 看看 当然我们不一定是谈读书啊 也可以看看有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大家也可以跟秦桐老师进行沟通 秦桐老师你好 我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我们 我们是从那个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大学 那其实以前我们的阅读量是非常有限的 可能更多的都都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应付考试上面 那来到大学之后随着我们读书范围的增大和自由 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困惑摆在我们面前 而且客户增长的速度远远是大于我们阅读的速度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产生一种胶着 因为我们的知识非常有限 那时候我们的客户又非常非常的多 现在刚才你提到的包括左派右派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了解都是非常有限的 那我们怎么去克服内心的这种就是很胶着很着急的感觉 就是书要读的书很多很多 很想去了解 但是确实有速度又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就读很多东西 然后觉得很痛苦 然后怎么去怎么去调试自己的这种心理 谢谢 其实我觉得困惑就是读书最大的动力 因为我觉得读书最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 就是兴趣 就是求知欲 其实我是从来不认为刻苦能够读尽书的 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叫做投悬梁锥刺骨 我觉得真是到了昏昏欲睡 到了要用锥子扎屁股 才能够看一下去书的话 那肯定它是记不住的 而且我觉得也肯定看不下去的 你能够看得进去书的时候总是觉得它很有意思的 为什么会有意思呢 就是因为你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困惑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你们不困惑了 认为什么问题我都已经有答案了 如果是这样 那我何必还要看书呢 我就不需要看书了 我只需要背一些东西 那个应付考试就行了 这个我觉得是阻碍大家积极读书的最糟糕的一种现象 大家认为什么东西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了答案 我只要把这些答案背下来就行了 考试我能够考高分 实际上不是的 正如你讲 正如你所说 我们的读书的过程中啊 说实在的我们知道了很多东西 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是更多的 而且我觉得这是个普遍现象 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 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都是这样 人们已知的领域从来都比 这个未知的领域相比都是一个非常有限的领域 而且随着知识的深化 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 这些问题本身就是读书的动力 我们通常讲读书叫做做学问 什么叫做做学问呢 学问学问就是先要问才有学的兴趣 如果你不问 那当然你也就没有自学的兴趣了 也许为了应付科举 你有背书的兴趣 但是实际上这已经不叫做做学问了 所以假如你觉得困惑 我应该恭喜你 这是你产生读书兴趣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没有困惑就不可能有 这个这个就不可能有求知欲的 没有求知欲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读书的动力 请老师 我那个经常在那个南方中博上 看您写的一些个文章 我就是想问您是一个是历史 一个历史上面的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读书的时候 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同样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还有两个两本书说法不一样 是那我们该该信的一个 因为我给你讲个具体的个问题 就是说在广州啊 就是在那个东晋 东晋之后啊 有一个南海的太后 就相当于当时的岭南 广东广西啊 越南的个省长 他叫那个 跟那个个爆量 他在这个历史上是很有名的 现在关键是我当我看那个书的话 比如说我看那个个禁书啊 说这个说这个爆量啊 是那个是那个三西人 三西是这个上党人 然后我又看另外一本书 他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史学家 叫做陈英雀 他写的一本书上说这个 说是据他是考证 这个这个爆量 是这个是三东东海人 我觉得搞不定 这到底是应该进谁的 后来我又是在广州的很多 跟博物馆嘛 包括他写这个爆量的这个简介啊 他写的都是都是用的 说是三西这个上党人 我就想这个到底是该 该哪个更可信点 我个人的推断啊 可能是当时不是比较 比较那个可能是战乱嘛 因为进朝时候啊 是不是他从这个三西搬到三东 哪里从三东 这个迁到是广州 去也有这种可能性 就不知道对还是是不对 但是说是因为陈英雀 他那本文章很出名 就是说是包括我这个问题 是我也问过 广东省的很多权威人士 比如说那个广东省 一个文史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 城镇可以写的 他也不敢下这个定论 他说是因为陈英雀是个大家嘛 就想请教一下您这个问题 这个具体的问题 其实我们并没有涉及 但是假如你要讲东晋时代 很多人的这个这个是哪里人 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 这个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 是一个士族自助的时代 尤其是你讲的这个豹家 也是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士家大族 当时的著名的士族 都是非常强调俊旺的 是吧 什么狼爷王室 什么东海王室 什么柏林崔氏 什么什么 龙溪李氏 是吧 这些东西 这个所谓的俊旺啊 往往都是已经非常多少代以前的事 是吧 这个 那个狼爷 像王富之 他们那个王家都是狼爷王室嘛 那狼爷嘛 就是现在的 交通半岛 但是那个 王羲之 他们已经多少代都生活在江南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这很可能是 他的俊旺和 和他的那个 实际的 那个出生地 是吧 之间的那个关系 但是这里我要讲 魏晋南北朝那个时代的文献 相对于后来而言是比较少的 就是 我们通常讲 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 那个浩如烟海是 随着朝代的更替 基本上是成几何级数增加的 是吧 可以说那个宋元的 宋元以后的史料 数量成北倍的大于以前 明清的史料又成北倍的大于宋元 是吧 因此 明清时代的这些 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 我们通过广泛的 阅览 的确是 就可以找到他的真正的答案 但是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有大量的很具体的细节问题 由于这个文献很少 所以最后 你只得诚意 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 我虽然没有具体研究过 但是我认为很可能就是 一个俊旺和一个 一个一个具体 籍贯之间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两个答案也许都是对的 我这里讲的就是 如果 两本史书上 两本书上有不同的答案 如果这个问题 只是和价值观 是完全是和大的方面没有关系的一个非常肢解的问题 那只有实事求是 你找得到什么样的证据 用我们后来的话讲叫做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是吧 如果你没有过得硬的证据 这两种说法的任何一种你都不能简单的否定 而我们当时知道对于这个机关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嘛 所以你 你也可以做这种多重的理解 但是 如果对于一些很大的问题 是吧 这些问题其实处于 除了事实判断以外 还有一个价值判断 那么在这种问题上啊 你要 大家不带有一种 那个先入之间 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是吧 比如说有些人 他就喜欢 某一种观点 是吧 于是他就特别爱看 用这种观点 以这种观点为基础提出的论证 他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有理由的 是吧 那么另外一些相反的 他就不愿意接受 这里我要讲啊 在存价值观方面的这个 这些判断上 每个人都是有自由裁量权的 是吧 但是这个裁量 还是 就是需要我刚才讲的 需要在这个 监听则明的基础上 是吧 你最后你可以做出你的判断 而且你的判断肯定还包含了你的价值偏好在内 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价值偏好而只看一面之词 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言论会很站不住脚的 我还要讲一点 就是人们的经历是有限的 北科传输式的学者是根本不可能有的 是吧 有人说我设立的面很广 是吧 于是有人给我加了一个什么什么头衔 其实根本不可能的 是吧 对于每一个人来讲 今天知识爆炸时代 不要说不可能成为北科全书式的学者 就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在历史学的各个领域里 你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甚至就是明清史这个领域 专门搞明清经济的就不一定懂得明清思想 是吧 专门搞明清思想的你也不一定就懂得某一个地方 比如说你刚才讲的广东的某个人 是吧 比如说就是研究明清思想史的 有人他就只懂得黄中西 顾言武 他就不一定懂得你们领难的什么曲大军 什么什么什么这一类的人 是吧 因此啊 这个要求一个人 什么都 什么北科全书式的学者 恐怕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要讲 如果你真的要研究某一个问题 那么你要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的了解 你一定要了解他相关的背景知识 是吧 这个背景知识可能是跨学科的 但是你不可能当北科全书式的学者 但是这个相关的这些其他学科的知识 你是一定要有的 是吧 否则的话 你这个专门对这个问题的这个研究 是吧 恐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秦老师好 很高兴听到你刚才说的跨学科的研究 那么呢 我现在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昨天我从新浪微博得知您的朋友 邱峰先生 现在是签泽所的理事长 带替了毛医师老师 那么呢 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您是以历史学这个为研究取向的 那么您是怎么样关注到 与经济学这方面的这个 关联在一起 您的研究 您的这个研究思路 是不是受到哈耶克的影响 另外一个附带一个 请您点评一下您的同行 高华先生 谢谢 嗯 其实我这个我研究历史一开始的着眼点就是比较偏重这个社会经济层面了 这个可能大家知道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传统 强调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什么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而且我的导师赵先生也是研究土地 土地农民问题的 而且大家也知道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认为传统史学过于突出那种重要人物的作用 而忽视了这个经济啊制度啊社会啊方面的作用 所以其实我们研究的历史一开始就是社会史经济史 因此我们关心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是理所当然的 何况我认为 我一向认为这个历史和现实啊 它是不应该有什么分隔的 因为我们所研究的历史 就是当时人面对的现实 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 就是明天的人所要研究的历史 是吧 其实这都一样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历史之中 是吧 而且啊 我们今天一讲历史似乎就是很遥远的过去 这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中国这个 可能是因为历史比较悠久才有的印象 历史学在我们传统时代一直是个 后古柏金的学科 是吧 研究历史的人 大量的人是研究古代的 近代史 现代史 尤其是当代史 甚至不被人认为是历史的一部分 是吧 最典型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高华先生 高华先生 他被认为是个党史学者 而党史 按照我们国家的学科分类体系 这是官方的学科分类体系 大家可能都知道党史的所属的一级学科 并不是历史学 是吧 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党史是属于哪一个学科的 啊 党史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个学科的 不是算历史学的 也就是说党史在中国是当作一门意识形态的 啊 这个人大党史系呃都是属于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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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那个意识形态那一片的 不是属于史学片的 是吧 人大有历史所 有 呃 清史所 呃有历史系有清史所 那是属于史学的 但是以胡华先生呃为主任的那个党史系以前一直是 他们他们评的博士呃 他们他们呃出来的那个博士也不是史学的博士 而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这个学科出来的 博士是吧 那么我们国家的那个史学有这样的传统 可是其他国家的史学不是这样的 是吧 这里我不要讲别的国家 就是苏联他虽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也许是因为呃 苏联的俄罗斯的历史不是太悠久 其实要说不是太悠久 也蛮悠久了 因为他至少是呃 呃九世纪八十九世纪就已经有 有一些成文的东西嘛 呃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呃 其实在呃 巨变以前的苏联史学界呃 曾经有过人做过统计 当时苏联史学界的呃 那个文章啊 或者说研究成果中啊 大概百分之八十是一九一七年以后的苏联当代史研究 是吧 那么呃 剩下的一部分是1861年就按照当时苏联的史学分类叫做近代史 那苏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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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是从1861年到1861年到1861年到1917年之间的历史 1861年以前的俄国史 在苏联整个史学体系中占的比重其实是很少的 那么美国当然就更是这样了 是吧 美国因为他建国的历史比较短嘛 如果你要说古代史那几乎就是印第安只有一些印第安部落 是吧 那因此研究美国史几乎都是近现代史 我记得这里我要讲我这里也没有做PPT 我也没有查过 我只是就我的记忆而言 我记得当年美国史学界有一个泰斗叫做班克罗夫特 是吧 这个人很有名 这个可以说是近代美国史学的鼻祖 这个人大概这数字我都记不清楚 他大概是在1847年写过一本十卷本的美国通史 是吧 这个十卷本的美国通史其实只写了十年的美国历史 而且这十年很很晚近 我记得好像是是呃 这里我说的不准啊 可能是有错误的 因为我说的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好像是从一一八一几年到一八三几年的美国历史 他就写了十卷之多 而且他这个书出版的时候也不过才是一八四几年 也就是说他写的这本历史 只不过是十年以前的历史 是吧 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有一个人写一部 那个那个写一部从那个八九以后到到到二零零零年的历史 是吧 那么这个历史居然就写了十卷之多 而且这个历史就成了传世之多 成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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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学界的态度 这我们今天是根本不可能的 是吧 当然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的呃传统 是吧 因为我们中国大家知道言论经济比较多 所以普遍认为当代人写的当代史是不可信的 是吧 那个一般来讲历史都是写的前代的历史 而且尤其是正史 一般来讲除了除了司马迁 所以我们说司马迁前无古人就是这样 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司马迁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 当然也不完全是他写了汉代以前的 但是至少史记中相当一部分写的是汉代的时候 而且他写汉代的时候能够像他这样写的 大概司马迁以后再也没有了 是吧 他把这个本朝的太高主说成是无赖 是吧 说说高主早年是个无赖 而且说经上就是汉武帝也有各种各样的 怎么样的失德之处 是吧 这些话 现在没有人敢写的 但自从司马迁以后 不是说没有当代的人写当代史 但是这些书啊 基本上都是被后人当作史料 没有能够流传下来的 因为基本上都是拍马屁的注重 是吧 就是朝代一过就被人扔到垃圾堆里头 基本上就是传不下来了 是吧 那么后来我们看到的二十四史 史记以下的各史 基本上都是 都是后代人写前代史 是吧 以至于到了八十年代 你刚才提到高华先生 这个八十年代啊 中国有些地方 比如说高华先生所在的南京大学 就提出要修民国史 是吧 那么这个提法在台湾曾经引起过一场大讨论 因为当时的台湾 大家知道八十年代的台湾 当时还没有开放党境 还是比较 呃 那个国民党 还是有那个 还是有意识形态的 讲的简单点 那个时候的大陆 其实两岸有很多比较相似的地方 是吧 那么大陆开始搞民国史 台湾就着急了 说我们要不要搞呢 是吧 当时他们就议论 说如果我们不搞 那就只有 用他们的话讲 叫做共匪 是吧 那就只有共匪在那里发表谬论 我们就不能说话了 那当然不行 可是如果我们也要搞民国史 那就意味着民国已经完蛋了 因为因为那个 按照中国以后的历史都是 如果你要搞民国史 那就是民国已经 已经没有了 才搞民国史 那么我们大陆认为民国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可以搞一个民国史 他们民国还没结束 他们怎么可以搞民国史呢 于是这个事情就搞得那么左右为难 曾经讨论过很长时间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是吧 现在台湾已经是个言论自由的社会 那么当然你可以搞民国史 何况现在台湾说实话的 当然我们我们是反对 但是现在的台湾不认同民国的人 是是大有人在 是吧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当然没有人再去提 是吧 但是我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 中国由于它的独特的一些现象 听起来好像这个历史就必须是很早的 是吧 就是你要说是搞得近一点 好像就不是历史 其实这是个极大的误解 是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 有一个观念 就是历史并不遥远 我们都生活在历史之中 是吧 而且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我们对现实生活的很多理解 有助于理解我们的过去 我们对过去的很多理解 也有利于了解我们的现在 我请你来 请家政您好 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的东欧那些国家 那些他们的那个思想是不是自由 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 他们的学术会不会有 有境地 学术是不是自由的 我觉得你讲的东欧 不知道你讲的是哪些国家 就是以前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 你想他们这些 我们我们通常讲 已经发生了巨变的这些国家 肯定是比过去要自由的多了 是吧 但是老实说 有些国家虽然巨变了 他也没有建立起民主制 比如说中亚的那几个国家 是吧 那个那个什么 尤其是物质别克 那基本上还是一个专制国家 那当然他肯定是 言论自由可能还是谈不上 不过当然他的意识形态 和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是吧 但是就东欧的大部分国家而言 那当然言论自由是 和西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他们的史学是 各种流派也都有 俄罗斯是比较例外的 俄罗斯现在是处于 如果跟中国相比 那是要自由的多 但是和东欧 比如说和波兰这样的国家相比 他又被认为是 很比较专制 尤其是普京被认为是 民主还开了倒车的 不过说实话 普京再开倒车 还是一个 怎么说呢 用当时楚安平的话讲吧 在俄罗斯自由是多少的问题 在另外一些地方 自由就是有无的问题了 这个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俄罗斯 现在的这个史学的这个争议是比较大 那个九十年代 批判苏联的声音是主流 后来到了普京时代 就开始要讲他们的 光荣历史 但是到了现在又 梅德威杰夫时代 又有那种批判的声音 现在基本上他们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应该是 北花齐放的 包括最近俄罗斯史学 最近有一部非常引起争议的 就是二十世纪祖国史 那本书是原来说是要作为教材的 后来因为写的篇幅实在太大 而且也有争议 就没有作为教材 但是那本书实在是 那个那的确是思想开放 那比九十年代还要开放 其中我记得有一个提法 是非常惊人的 他说根本没有卫国战争 只有苏纳战争 什么叫苏纳战争 就是苏维埃对纳粹的战争 他认为这两者都是邪恶的 这个说法在俄国也是 引起争议也是很大的 谢谢 就是我以前听过您几次讲说 还有看过您与金燕老师 那个合作的那个说 我就提共产党问题 现在一个问题就是 看历史就是 如果说了解我们 亚洲小龙 新加坡 台湾 韩国 他们的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 就是现在 为什么经济可以 可以实行右爬 经济制度实行右爬 甚至制度实行左爬 为什么没有什么转变呢 这个很 您看 我真不懂你讲什么 什么 经济什么 经济实行 右爬 政治实行 左爬 哦 就是打左灯向右拐是吧 其实老实说 我觉得这是个普遍现象 现在的西方 其实也是打左灯向右拐 我早就说过 是吧 其实 你说 西方如果一个右派上台 呃 老百姓为什么会把右派选上台呢 因为大家都不愿交税 所以右派说 我要给大家减税 那大家觉得右派很好 我就把右派选上台了 可是右派的主张 其实是低税收低福利 是吧 呃 减税你就要减福利 但是老百姓又不喜欢减福利 所以右派上台 往往是减税很容易 减福利就很难 是吧 左派其实也一样 这个欧洲老百姓 西方老百姓把左派选上台 是因为他们喜欢 左派提供的高福利 是吧 这个从摇篮到坟墓 国家都给你提供 大家都觉得很不错 是吧 于是 呃 大家觉得左派很好 就把左派选上台 可是 老百姓又不愿交交多很多的税 这个我想一样 中国人也不愿意交 是吧 那么好了 左派上台 他讲高福利 讲得理直气壮 讲征税 就讲得腾腾土土的 是吧 所以啊 老实说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 他上台以后 他主张的那套东西 能够实行多少 都是一个问题 是吧 比如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下 由于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 所以啊 往往是左派右派的政策都只能执行一半 是吧 左派上台 高福利容易执行 高税收就很难 右派上台 减税容易 减福利就很难 所以折腾几次以后 就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 这种现象 是吧 但是我们中国也一样啊 不一样的 呃 也是 这个打左洞向右拐 只是我们的左洞和右拐 都跟他们正好相反 是吧 因为我们的左右派都要看皇帝的脸色 是吧 都要看皇上的脸色 而皇上的脸色和老百姓是正好相反的 是吧 皇上 你要说啊 我支持你恒真暴恋 他就很高兴 是吧 但是又有另外一位说啊 皇上你最好啥事也不要管 你不要管老百姓的死活 不要让老百姓来麻烦你 他也很高兴 是吧 那么结果你就会出现这种正好相反的现象 是吧 那么政策一片组他就恒真暴恋很容易 但是你问他要公共服务很难 是吧 政策一右他就拼命的推卸责任 是吧 让你什么都不找市长找市场 但是他的权力仍然很大 他恒真暴恋你照样控制不住他 是吧 于是呃就跟西方正好相反 是吧 我们这个政策一左政府就拼命收钱 啊 但是他想不给你花就不给你花 是吧 然后政策一右他就间接不给你花 但是他要挣钱 还是挣 是吧 结果他手中的钱就越来越多 是吧 于是我们就出现了这个这个这个中国模式 是吧 这个政府手中的钱多都花不完 是吧 而西方政府像 呃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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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处于半破产状态 是吧 那个这个就也是也是算是我们的一个奇迹了吧 是吧 所以如果说要打着打左灯向右拐 如果你这个左右指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话 我觉得其实中国和西方都是这样的 是吧 只不过 他的那个秩序是相反的 是吧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是那个那个中国的这个统治者 他是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利 但是只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 甚至连资本主义的责任他都不承担也有可能 是吧 而西方的政府是只有资本主义的权利 但是他要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 是吧 你什么都得 这个都都都都都都都得向他要 是吧 所以这两个国家你要说到底哪个 这两种类型 你要说哪个左哪个右也真的 也真的很难说 但是他们的确都有你刚才讲的那个所谓的 大所左灯右拐的这个问题 秦老师 你刚才讲的提到一个亚细亚里的问题 我想训练的提一个 解放以后啊 我们都是好像都是习惯的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中世纪封建社会 资本社会 这是马克思的 观点吗 其实应该说啊 马克思从来没有非常具体的讲过 这个 人类社会怎么有一个所谓的五个社会形态的进化模式 这一点肯定不是的 这一点 非常严格的这个表述 其实应该是来自联工部党史 是吧 但是 呃 人类有一个基本一致的进化论的规律 这的确是马克思的观点 是吧 马克思第一 他是个世界主义者 或者说是个国际主义者 他强调 人类社会发展有普遍规律 第二 他认为这个普遍规律是一种所谓的客观规律 就是所谓的不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这一点应该说也是马克思的观点 啊 所以 我们虽然不能说马克思主张 呃 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 相援说 但是马克思的确有一个 关于人类社会不断的进步的一个呃 一个一个设想 那么今天呢 说实在的这种设想 已经普遍被人放弃了 是吧 不仅西方的右派 或者说自由主义者 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现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们知道呃 今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呃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他在马克思的各种成分中 他放弃的最多的就是唯物主义 是吧 大概从葛兰西开始就已经 已经有这个所谓的 人们讲的叫做微信主义转向 是吧 就是人们普遍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基础 呃 不感兴趣 是吧 那么转到现在 尤其是在 尤其是在罗马俱乐部 呃 以后 当今世界的左派思潮 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是一种反进化的思潮 是吧 进步这个概念 乃至现代化这个概念 在今天的左派话语中 已经成了个负面的 表致 今天的左派和当年的左派不一样 当年的左派老说 那个那个 我们之所以要反对现状 是因为现状 呃 不够现代化 是吧 是因为现状阻碍 呃 发发展 呃 但是今天的左派不是这样的 今天的左派老是说 呃 其实以前也很好 是吧 我大情就不错 是吧 那个那个 呃 原始民族也很好 是吧 印第安人日子就过得不错 为什么我们要去打搅他们呢 是吧 就变成这样的 这个观念已经和当年的左派有了很大的区别 比如说吧 呃 马克思对英国在印度的很多做法是有强烈的批评的 是吧 说印度的殖民政府欺负印度人呃 干了很多呃不光彩的事儿是有很多批评的 但是有一点马克思从来不怀疑 那就是英国人在印度搞的那一套比印度原来的那一套要进步的多 是吧 这个你只要看看嘛 马克思的那个不列帝人在印度的统治及其发展 就是讲的很清楚 但是今天的新左派就不那么认为的 今天的新左派就认为 就认为这个 这个今天的西方和那个 哥伦布以前的印第安社会 没有什么进步与非进步的区别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那是一种 只不过是在文化上用他者的文化 代替了我者的文化 是吧 这是这是现在的新左派的一种 用的很多的一种概念了 是吧 所以我这里要讲的就是 今天呢 对于这种对于这种人类社会这种所谓的有一种普遍进化的客观规律 这种观念已经普遍被放弃了 是吧 不仅被右派放弃了 也被左派放弃了 甚至我们今天的中国左派实际上也不相信这个东西 这就是他们不断的在批判土石价值的表现 是吧 因为你批判普世价值 一个前提就是你要设想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 是吧 嗯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一套 西方人有西方人的一套 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先后的区别 有的只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是吧 那如果是这样 你当然就把进化论给给给解构掉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去看那个所谓亚西亚生产方式这一类的概念 我们关注的主要不是像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是不是在历史上真正有过一个亚西亚生产方式的这个阶段 以及这个亚西亚生产方式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和奴隶社会又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啊 我觉得早就已经过时了 不值得讨论了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值得讨论的 那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当时在很多场合都要强调这个东西呢 是吧 而且马克思那个时代对东方社会其实他们的了解他们掌握的实证材料并不多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呢 其实你看看他们的背景知识 其实我觉得是很简单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欧洲人 不管马克思 不光是马克思 大概从卢梭福尔泰 是吧 一直到和马克思同时的很多人 是吧 像那个法学家梅恩 就是现在人们提到的 所谓的从身份到契约的研究的那个人 是吧 包括当时的那个很多其他人 他们都捐信一点 就是这个人类社会 他是在进步 而且这个进步的主要表现是人类的个性自由越来越得到充分的发挥 那么如果你持这样一种价值观念 你就自然会把人类的原始社会 人类的原始状态设想为一种对个性和自由有非常强烈约束的这样一种状态 讲的简单点就是越不个性化 越是个人从属于共同体的 越是没有自由的 就是越原始的社会 那么按照这种逻辑上的推想 他推想出一个最早的状态 最早的状态是什么呢 那就是什么都是国家的 土地国有 农村公社 普遍奴隶制 除了皇帝以外 其他的都是他的奴隶 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亚西亚生产方式 但是马克思实际上的意思并不是说 亚洲都是这样 而欧洲就不是 马克思实际上并没有这样讲过 马克思只是设想了一个他所想象的人类最早的这种状态 而这种状态在欧洲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他认为情绪在某些比较落后的地方还能看得到 所以他用了这样一个符号 实际上马克思在很多著作中已经再三讲过 他并不认为这些东西只有亚洲才有的 那么今天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呢 我觉得很简单 我们今天看待这个是只是从价值观去看的 是吧 马克思提出这个理论 其实反映了当时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对个性自由的追求 是吧 他们认为那种落后野蛮的社会 都是那种以共同体为本位的社会 是吧 或者就是用马克思的那句话嘛 我在我的著作中也引来的 就是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 个人就越不自由 越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 是吧 这句话 与其说是实证研究后的一个史学结论 不如说更大程度上 他是马克思的一个价值观 是吧 不见得历史真的是这样的 但是马克思追求的是一种自由个性的发展 从这句话中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的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秦老师你好 就是那个文革之后 然后入学的 就是这批人文学者 包括像刚才您提到的 许有余 周杰勤 还有那汪辉 甘阳这些学者 就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这种成就 可能现在但是他们现在可能因为是 就是谦虚的原因 也说过自己是过渡的一代 而是因为那个入学比较晚 就进入学术研究这一块 可能在这句话的广告当中 也包含就是对现在自己所取得的这种成果 就是不是特别满意的 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想想 我们现在自己的话 我们能因为在这种教育体制下 高中之前 就是可能一直到了大学之后 才开始真正的就是开始读书 而在到了大学之后 就面临着好多不像你们那时候 就是这种就业的压力 就是面对这种情况 我想问一下 您对于未来就是中国 这种人文社会科学的这种研究 就是持就是多么乐观的这种态度 就是如果是否您是不是有这种忧虑 如果有忧虑的话 就是您现在是如何 就是在指导您的学生 就是读书过程当中 就是能够很好地处理这样一个问题 谢谢 这个话题比较大 如果要讲忧虑那肯定是有的了 但是我通常不太愿意用这个乐观悲观这种概念来讲 因为我从来就有一个观点 这也是我研究历史的一个体会 我觉得历史是不可预测的 因此历史也历史学也不应该有预测功能 因此我觉得中国的未来到底怎么样 我们现在说什么话都有点过早 我们只能说我们希望它向什么方向发展 那么我们就圆着我们的这个希望去努力 那么我们的努力是有成功的可能的 但是谁也不可能给我们一个百分之百的把握 说是肯定是可以成功的 而且我也认为我们努力的价值也就在于历史未来 也就在于未来的不确定之中 因为如果未来是确定的 我们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未来肯定是一片光明 我们就睡觉等着那一天到来就是了 如果未来肯定是万劫不复 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是白做的吗 是吧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之所以有有用 而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很多事情 是吧 我们希望的那些事情 我们努力就可能有 不努力就不会有 是吧 所以我们的努力才是才是有价值的 至于什么样的自学 是我希望的未来社会科学的发展的那个方向 我觉得一个时期的社会科学 肯定会有一个时期的特点 是吧 比如说就是我们在广东的一位朋友就讲过 说当未来的考古学和以后就不一样了 我们一位朋友说 以前的考古学都拿铲拿那个什么挖地 所以以后的考古学啊 三百年以后的考古学 恐怕考古的对象就是各种各样的飞气硬盘 是吧 要从那个飞气硬盘中考出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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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被人扔掉的那种信息 是吧 要研究出一些办法 从那个垃圾堆里头找出一个三百年前的硬盘 是吧 那么他如果有一种办法能够读出里头的那个数据 他就会有很多考古资料 是吧 我相信就是这样的 是吧 以后的考古学将会有电子考古学出现 是吧 但是这个科学精神的最基本的东西 还是应该是一样的 是吧 那就是我认为任何科学 还是应该第一是要注重实证 是吧 第二在实证资料的基础上进行 得出结论 一定要注意逻辑的严谨 是吧 一个事实 一个逻辑 那是很重要的 是吧 那么至于价值偏好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见解 这个东西啊 事实上是不能摆脱的 但是人们一定要有尽量摆脱的这种 这种努力 这种愿望 是吧 就比如说 我要意识到我有这样一种偏好 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 我要尽量做到 呃 呃 呃 那个那个 那个 监听者明 是吧 但是实际上 呃 也许我还没有做到 是吧 别人仍然可以说 我有某种的偏好 但是这不要紧 怕就怕在 我因为有了某种偏好 我就干脆认为 没有什么客观可言 我干脆就认一边 是吧 这个就不行了 我觉得呃 真正的历史学 不是没有偏好的学问 是吧 但是他至少是不可不 不会主动去做造假 是吧 如果主动造假 那就成了所谓的 隐色史学了 那当然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 呃 其实呢 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提问也倒是结束 那么今天 秦桧老师呃 用他自身的这样一个成长经历 他自身从啊 呃 五十年代呃 成长起来到后来成为一个 著名学者 他的一些呃 呃 关于史学 关于 他关于读书的一些思想和方法 那么今天我相信大家呃 一定受益 非切了 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 秦桧老师 也非常谢谢大家呃 呃 来到我们羊羹学堂 到我们呃 五月再来到呃 五月五号 我们羊羹学堂 我们再次下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